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7.23这个礼拜六国民党的全代会 把侯友宜追认确定定于一尊之后 到了8.9月10月 如果民调还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当然会让支持者焦虑 那民众党跟可批 还有各自的支持者 国民党也是一样 蓝颖也是这边 也都会产生很大的焦虑 我相信双方也都会有很大的压力 那是不是要落实所谓的 当初的在野菲律大联盟 第三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整合 那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一由上而下 然后还有由下而上 最重要的第一个是当然由下而上 基层希望这样的推动 你看今天出现了 不管林传媒还是风采的民调 都显示有超过55% 6成 就像刚刚孙大千伟一所讲的 民众是希望这样的 能够有整合出一组的人选 那当然我看到今天的 尤其是风采民调当中 也最希望说不要出来参选 也就讲白了啦 希望他退选的最高的也是 38.1%郭台铭 所以这个就提供 这个郭台铭他自己可能要去参考 他的声势是不是会在723 他以及最后一个礼拜 甚至到了8月开始小轰 他的趋势是不是会下滑 注意林传媒的民调 他今天是跌过10% 大概只有9点多 9.22左右 所以他的民调却是不是会往下滑 他能够再去弄个摇摇摆摆摆摆 中文字幕志愿者是匿博 中文字幕志愿者是匿华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